那么密室出来之后 王女士和陈先生12年的婚姻 要就此结束了吗 还是一切还存有变数 我希望过期了就让他过期了 以后过期了就不要再提了 我以前错了的事 我会改 毕竟那时候没有年龄吧 我不懂事 然后他爸爸妈妈 我会尊重他们的 你决定 以新的姿态面对未来 是过期就让他过期 不要再提了 我的决定还是离分 希望那以后过得好一点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看到了王女士 她愿意做调整和改变 不管怎么讲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进步 我想你的公公婆婆 如果看到 他们也会用他们的生活经验 会对你做出新的评价 至于陈先生这一边 我个人的立场 我就觉得你 反正你就是做错了 我就觉得你很草率 而且我认为你是一个 比较自私的男人 我希望我 对于陈先生的评价是错的 但是我想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证明 今后摆在你面前 有两个客观事实可能会出现 在王女士面前会出现 第一个 你会发现你们离婚之后 可能陈先生真的跟你闺蜜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今天对他的怀疑和批判也是没错的 另外一种结果 你会看到他们俩没在一起 那么如果没有在一起 你可能就要在一个合适的时候 跟你的闺蜜说一声道歉 我刚才讲 陈先生是有比较自私的 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重点就放在对于情感的清算 尤其是对你妻子 那么对于王女士的话 他最大的教训 恐怕就在于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这之前缺乏必要的修养 但是我们说之后能改 今后不管怎么样 这个就是要改 就是要调整 这两个人没有情感 就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所以他改不改变 调不调整 对于你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没有意义了 我也希望他下一次 找到比我更好的能量 三个过得更好 如果他下一次 可以活回二十岁的话 确实是可以 问题就是 对他来讲 确实有点难度 以后你 有条件的话 建议你回头再帮助一下他 没有感情是可以不在一起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是 如果你以前对他不够好的话 就要学会怎么去补偿 要不然 其实你自己也不痛快 这个时间留给你自己去考虑 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也留给王律师 一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二来考虑清楚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调解结束了 陈先生选择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 始终他都没有为自己的离开 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交代和说法 面对一段即将结束的婚姻 我们可以冷静地去处理去解决 但不应该冷漠地对待昔日的恋人 冷静可以让人欣赏 而冷漠就只能让人不识 希望陈先生在将来 可以认识自己的问题 弥补自己的过失 在调解两个星期后 王律师给我们发来了短信 他们已经在法院第二次开庭 法院表示 要等我们节目播出 作为综合考虑因素来进行最后的宣判 王律师说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 他都会按照调解老师给他的意见 坚强独立地过自己的生活 给自己和孩子明朗的未来